今天平日失牧师的广播 赞美耶稣的名字 我们继续讨论关于心灵的教导 上周有多少人被上帝心灵的话语祝福 我们想找到心的所在 因为人人都想得到他 人人都想得到 外面的世界社交媒体 每天都正在轰炸你 广告商和营销人员都想吸引你什么 吸引你的心 很多时候他们宣传 一些药物之类的事情 在那时候是不会讨论太多细节的 或者是详细解释 那一项产品的功效和成分等等 而是会用一个短篇的故事 他们会先让你看到一个人 手腕可能有点痛楚 他的手很痛 他吃完这个产品就会露出笑容 Amen 服药之前的样子总是很暴躁 服药之后总是很好笑容 Amen 这位女士用这个洗髮水以前看到她租高的头发 这一类的广告 现在她笑了 Amen Amen 总是这样 他们不会提供洗髮水的成分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要吸引你的心 他们知道你的头脑对事实是不敢兴趣 但是你的心会 所以他们想吸引你的心 我们很多人最终都会看事实的 因为我们是比较成熟 和明智 年长的人 尤其更加注重事实 但在现今的世界里面 有些事实是令人困惑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 所以 假新闻这个字最近非常流行 对吗 尤其是最近十年 它是变得更加突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抽屎剝剑 以获得真相 不过朋友 你能够确信的是上帝的道 这本书 这本书 留心听着 它是历久不须的真理 真理比事实更长久 所以当医生说 X光 磁力共振 显示你有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这不是真 这是事实 但也只是事实 事实 并不是永恒的 大多数时候都不长久 但是上帝的真理比事实更长久 上帝的真理是永恒的 一起说Amen 当耶稣在十架上为你一切的罪写明 隔绝你和上帝的一切事物 尤其是是罪 因为罪分隔了人和上帝就已经被消除了 这是一个真理 Amen 所以你身体上的事实就是你依然有罪 对吗 你的脑海里依然有罪 主要是你的身体还有罪 是罪彰显的地方 你依然有愤怒和怨恨Amen 就上帝知道的教导来说 很多学者在这一点上 与我的想法是有分歧 因为他们会说你依然有罪的本性 尤其是新国制版 经文说 肉体有罪的本性 Amen 有多少人知道 你们今天大多数的问题 即使台下的你们问题是出于肉体 这样肉体带有罪的本性吗 没有 从前 你有罪的本性 但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 相信基督在十架上为你的罪写明 Amen 神圣的转换就发生了 上帝使无罪的耶稣 祂是无罪 祂使无罪的耶稣在十架上代替了你的罪 祂担当你的罪 使你在祂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我们有这个问题 对吗 他们说你是新造的人 但不完全是新造的人 你们是公义吗 对 圣经说你在基督里是义人 但是Amen 这是一种身份 是什么意思 义人是一种身份 意思是你依然会犯罪 但你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是公义的 这只是一种身份 你需要做的是你应该做的是 你一定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奉献 一定要信服 一定要宽恕 一定要这样 这些都是好事 请不要误解 但这个教导中的邪恶和微妙之处在于 这个教导产生的不是真正的圣结 不是信徒应有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 Amen 我们是会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为什么因为基于错误的前提 你行义不是为了成为义人 你已经是义人 然后你才能够行义 重点在于 谁是前因 是戒命吗 好吗 还是 是义人的身份 是你的身份 这是你的作为 与身份的关系 圣经神学里面有一个述语 甚至是在写新约的时候 例如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先用指示句 然后才用歧视句 什么是指示句呢 意思是你才表明你的身份 好 歧视句呢 即是吩咐 所以保罗会说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Amen 就要摒弃肉体的罪恶至近 即是淫乱 泄俗 说放 虎毒 留意到吗 我们会说 先做这件事 不是上帝说 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你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 你就能摒弃这些事 不要因为感到虎毒 就让这些事情牵制到你 并让自己满怀怨恨 不是的 你已经复活 这些事情在你脚下 赞美主 听到吗 例如看看这节经文 罗马书第六章 所以 不要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 使你们信从肉身的私欲 基督徒经常听到这个教导 我们听到他被宣讲 但他们并没有提及上下文 你不能只是说停止犯罪 不要让罪掌权 这是断章取义 为什么 留意到所以吗 有没有看见 所以不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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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够犯罪 不犯罪就行 这就是努力的心态 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 圣经说 所以不要犯罪 为什么会有所以 所以一词有什么作用 一定要找出这个词语存在的容易 你会发现 所以背后的容易 所以不要容罪 不要忘记 这是重点 请看上下文 看看第九节 我们知道 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核制他了 有多少人同意 耶稣从死女复活之后 死亡就在他的身后 死亡不再核制他 这是何等美妙的声音 死也不再核制他 这是何等美妙的声音 世上带来最多泪水的一样东西 就是死亡 而耶稣 圣经里最短的一节经文 耶稣哭了 是在一个葬礼上 阿们 祂知道 祂会叫拉撒路从死女复活 为什么祂会哭入呢 祂哭入 是因为祂和天父创造万有的时候 是为了让人类过美好的生活 蒙上帝的祝福 死亡从来都不在计划之中 死亡是爱来的 因人的罪来到世上 人犯罪 而罪的公价乃是死 要记得死亡 不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上帝厌户死亡 上帝视罪为仇敌 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里经文说 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 死也不再核制他了 请留意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这一次 希腊文是Hapas 意思是只死一次 所以他死是向罪死了 他向罪死了多久 耶稣是直接向罪而死 还是只死一次 只死一次 这是过去的事 好 好 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要记得 将你的脑袋也带来 好 我们可以讨论 好 如果今天有时间 我想讲讲大脑的两个部分 这个很有趣 将理解事情的那个部分带来 Amen 逻辑推理的那个部分 这个不是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方式 我们活着 我说得太快 等姐妹听着 耶稣向罪死了一次 并不是逐渐死亡 我们以为自己每天都正在逐渐向罪而死 我们每天逐渐向罪而死 这个不是圣经的说话 看看圣经说 耶稣如何向罪而死 只死了一次 未来不会再有 牧师 这个说的是耶稣 没错 经文说的是耶稣 我同意 他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这一次 他活是向上帝活着 所以死亡在他身后 现在他向上帝而活 请看十一节 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 算自己是死的 在基督耶稣里向上帝却是活的 哈利路亚也应当这样 耶稣向罪而死的方式 耶稣是如何向罪死的 你就应当看作自己向罪死了 而且只有一次 而你活着是向上帝而活 所以不要容 所以不要容 你也应当看作自己向罪死了 而且只有一次 所以不要容 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真的将自己看作疑人 你就不会容忍罪 耶稣 安息的信息很重要 因为魔鬼会说 你看看 你不是圣洁的人 你不爱别人 对吗 你有怨恨 对吗 当那位女士说话的时候 你心有不分 你怨恨她 你心里妒忌她 还有各种问题 你看看 你依然是救人 耶稣 你要做的不是说 我要努力抑制和逃避这种感觉 这样的话 你未打仗已经输了 因为你是基于方言行事 这个方言来自仇敌 但你能够感受 并不代表这就是事实 大多数感觉都是一信即逝 学会控制自己的感受 甚至是不好的 负面的感受 沮丧 愤怒等等 想像自己在观光巴士上 好 观看一切的景物 有些是美景 快点来看看 这些是美好的感受 享受和美好的感受 但你知道吗 这些美好的感受很快就会流逝 然后你看见一个很差的地方 人们摧残植物 消耗森林 消毁树木 你看见他们的暴行 就会感到愤怒 之后你再次看见更漂亮的景色 所以你的感受不断地循环 一信即逝 你的感受是一信即逝 你可能会感受到 但这不是你 魔鬼现在说 你感到沮丧 所以你变得沮丧 把这个扔回去给他 我在基督女成为了上帝的义 我在基督女是新造的人 Amen 我并不沮丧 我有时感到沮丧 但我不是沮丧的人 你会发疯的 不是 我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学习上帝的道 并更生自己的心思意念 所以圣经以法所书四章说 就要除去你们那 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救人 这救人是除着迷惑人的私欲漸漸败坏的 留意经文说的是除去 用的是过去式 你要除去 用的是过去式 以前的生活方式 这救人是除着迷惑人的私欲漸漸败坏的 他不是说 你现在是救人的身份 你要将救人除去 不是的 仔细看一看 你已经除去 哥罗西书这样说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 阿们 哥罗西书说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 而你们现在要除去的是救人的生活方式 这救人是除着迷惑人的私欲漸漸败坏的 并在哪里更换一身 把心灵更换一身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这个新人在哪里照着上帝的形象而创造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结里创造的 各位看到吗 除去即是已经完成 不是要你现在除去 很多人理解错了并且说 你一定要除去 你一定要除去 总是说你一定 你应该 你要小心这些说话 这就是你要更努力的心态 弟兄姐妹 一切都是借着恩典而来到 我们借着恩典已成为新造的人 现在上帝说表现出来 将你皇子公主的身份表现出来 你过着高贵的生活 阿们 所以你的行为 无法决定你是谁 重点在于你的身份 圣经是怎么说 你已穿上新人 而且是怎么被创造 是照着上帝的形象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结里 不是假的公义 而是真正的圣结和公义 弟兄姐妹留心听着 你的确是公义和圣结 你的行为可能不是公义 要看看什么时候 你早上睡醒的时候 可能不是十分圣结 取决于你是什么时候遇到某人 他们的行为能够被改变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是圣结的 有时你的行为是不圣结 但你可以改变 赞美主 你并非不圣结 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弟兄姐妹听到 你有所得像 我就快说完 这个对你有帮助 明白我说什么 这是灵里面看见的事 你一定要在灵里面看见这件事 明白吗 不要忘记我说过 圣经首次提及心灵的时候 每次圣经首次提及某些事情 即是首次提及法则 首次提及心灵的时候 想像它也同时被提及 我们上星期讨论过 《创世记》第六章 经文说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中日心里思念的 尽都是邪恶的 圣经首次提及 心灵这个字 首次提及 心灵这个字 明白吗 好了 经文表达什么意思 想像力 魔鬼想做什么 以不热的图画轰炸你的思想 阿们 以充满恐惧 和邪恶的图画 你知道你们每天在做什么吗 自从智能电话 和社交媒体奉勃发展之后 我们每天都会被轰炸 经文说 终日都是邪恶 你想像到的大部分图画 都不是基于上帝的话语 不是正面的影像 圣经说 凡是真实的 纯洁的 圣洁的 无论是什么美德 什么称赞 你们都应当思念这些事 但我们却想着那些不圣洁的事 不洁的事 不能为你带来平安 会使你无法休息 然后你发现 我为什么睡不着 为什么沮丧 为什么会这样 你花太多时间看别人的生活 你不断在比较 看着他们发布的 化妆妆最漂亮的照片 这些都是做了手脚的 你看着别人的生活 你越关注别人的生活 你就越沮丧 我们这一代人 比任何一代人 都过得更沮丧 但是很多事物 都是随手可得 小心自己所看到的 保守你的心 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对你说话吗 在你心里面 所以你知道吗 不要看负面的评论 不要让耐心充满消极的想法 我们也很消极 因为救人的本性 我们现在是倾向消极 我们学习如何更新自己的思想 学习积极思考 Amen 积极就是圣经说的救恩的头盔 对美好事物的积极盼望 牧师要知道将会有大萧条 让我们讲讲上帝的功应 上帝的恩典总会胜过罪恶 所以祂的功应总会胜过罪恶和不足 Amen 无论是否大萧条 我的上帝是El Shaddai Amen 祂不是El Shaddai 祂是El Shaddai Amen 祂的功应却却有余 Amen 我们看见会说天 加八列 你看见大萧条要来到 没有人告诉我 米加勒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跟我说大萧条要来到 如果大萧条真的很快就要来临 你知道吗 上帝会供应你 不需要抱怨 不需要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这是没用 只会让你痛苦 要抱着更大的信心 高举双手说 我们会看到上帝行神迹 每次饥荒他都会行神迹 我奉耶稣的名会看到神迹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分享 Amen 但现在我希望你们能够说 我在基督女士身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不论我有什么感受 我的身分都不会改变 我的感受 我的错误行为 不能定义我 上帝的话语定义我 我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 我愤怒的时候 在基督里面依然是上帝的义 那个愤怒 要在我的脚下 我是新造的人 从今开始 奉耶稣的名 我会以新的角度思考 我的心灵必定会得到更新 我会留意自己的眼目和耳门 只会专注完全健康的事物 专注美德和赞美的事物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阿们 阿们 如果你从未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 我现在想和你一起祷告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无论你在哪里 只需要重心这样祷告说 天父 我感谢你 你说 我说 我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并且心里相信 上帝 令祂从死人中复活 我就能够得救 父啊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我感谢你 祂复活 死再不能够核制祂 发生在祂身上的事 亦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死亡已经在我身后 我在基督里得着新的身份 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父啊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一同站立 主耶稣感谢你 天父 我为你的子民感谢你 你宝贵的子民 以及在网上收睇的每一位 父啊 奉耶稣的名 我祈求主 让你的恩典 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在这个礼拜里 与每个人同在 主啊 无论他们在哪里 都让他们经历你的恩惠 让他们知道自己 是蒙上帝所喜悦的 盼望美好的事物 从上帝的恩惠中诞生 Amen 求你在这个礼拜 圆圆不断地赐予恩惠给我们 父啊 让上帝的爱 成为他们能够经历的事 主不单是文字上表达的爱 而是让他们经历 让他们在这个礼拜经历你的爱 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愿主的相交 和圣灵甜美的相交 奉耶稣的名 与你们每个人同在 奉耶稣的名 细心感受圣灵赐予你的话语和图画 Amen 并作出行动 你就会看见神迹 你会看见神迹 不论祂对你说什么 只要做 然后水就会变成酒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Amen 愿上帝赐福与你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